安全 好我们再来看到是大年初一呢 到哪边走春才能更感受到过年气氛呢 我们继续要带您来到的是台南 走马赛的热气球加年华 一大早就有民众来搭了 立刻连线给记者高梦柔为大家报道 好 主播大年初一除了到金宝好友家 拜年当然也可以出外来走春了 来到台南的走马赛农场来搭热气球 这也是今年过年被列为必有景点的这个热门景点之一 我们看到呢一早呢热气球就已经升空 所有的民众打赏热气球都非常的兴奋 不断拿出相机来也是一直的尖叫 那根据了解呢这个走马赛农场呢 早上下午各有一场来看相机况 是的我们看到热气球缓缓的升空 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 那走马赛热气球呢 是会一直持续到2月16号为止 早上下午都各有一场 一场可以容纳350人 不过一大早大年初一哦 已经涌进了将近300个人 因此呢民众手脚要快哦 而且今天天气很不错 想必下午场呢也会有非常多的游客 以上是台南的情况这种交给朋友出播 好谢谢孟柔的连线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天气好的关系 很多人呢也都出外来游玩 同时呢哎打这个热气球感觉也还蛮不错的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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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